欢迎来到我的健身日期去练豚分享 早朋友们老样子起床先量体重 最近昆明天气超热呀 所以早晨第一杯水变成了电解质水 可以帮助和解法 一会儿要去练豚 早餐安排了粽子和苹果 很多人对糯米就为误区 其实它是很干净的碳水 特别是在力量训练前使用 可以让我们在训练过程中 露击更多的重量 而且它也有排毒和健胃暖脾的作用哦 夏天喝很多冰水 这个时候糯米就可以帮助我们养胃 每天早晨第一杯咖啡 当然也不能少咯 最近看到了研究报告 听说喝咖啡可以缓解头痛 好像对我来说是真的 真的超喜欢一切软糯的东西啊 看这个粽子吃下来 我觉得火腿还蛮多 而且肉质还藏在米饭里 提前感受到端午节的小快乐 收拾工具出门健身 所以多年健身爱好久 今天会在视频里 边练边和大家分享一些 作为新手去健身防练团 必须死磕的动作和步骤 建议收藏 臀部训练前 建议先筋膜松解目标肌肉 这样可以消除肌肉粘连 从而让目标肌肉充分的拉长 以保证训练时 让肌肉得到100分的伸缩 刺激肌肉伸展 然后再做一个青蛙趴 胯开宽一点后 运动时躯关会更好 臀部受限也会更小 尽量前后上下移动 第二步 在正式训练前进行肌肉激活 我不比较喜欢的动作是 上阳挺身 做两组 每组15-20个 这个动作的核心有三点 第一 将双脚的脚尖朝外打开 第二 在不影响身体活动的基础下 尽可能确保我们的宽部升高 让我们能有足够的曲宽形成 第三 在下方阶段 主动让自己的腹部 去靠近大腿根部 做到以上三点 这样才能保证是我们的臀肌在发力 而不是竖直肌在带肠 接下来就是正式训练 第一个动作 负重臀推 将脚的位置用哑铃垫高 这样可以更好的训练到上臀 肩胛骨下眼 靠着健身椅 腹部和背部收紧 肋骨下沉 吸气 胸部以下 整体缓慢下降 呼气 宽部发力 把杠铃顶起 停留1-2秒 训练过程中 尽可能的让小腿和大腿 成90度 避免腿部带长 做6组 每组15-20个 第二个动作 直腿硬拉 双脚与肩同宽 核心收紧 沉肩夹背 颈椎到底椎 成一条直线 躯宽 屁股往后推 小腿始终垂直地面 将杠铃沿着大腿 慢慢到膝盖 再滑向小腿根部 在躯宽俯伸身时 尽力将膝盖往两边推 此时膝盖可以前倾一些 避免大腿后侧发力过多 吸气 放下杠铃 呼气 迅速上拉 感受臀部发力 做6组 每组20个 第三个动作 哈克深蹲 因为是固定器械 且是同时承担重量的原理 所以左右两边的哑铃片 可以是不同的重量 而且它的运动轨迹相对固定 所以很容易找到发力 对新人也就会比较友好 对经常训练的人 又能训练到更大的重量 双脚与肩同宽 膝盖微曲 小腿垂直架板 腰背保持稳定 虚宽 尽量把臀部向上向后推 做6组 每组20个 以上三个动作就是一次囤训 也是对于练囤最经典的动作 其实把基础动作做好 找到目标肌肉的发力感 其他变形动作 也就很容易掌握了 最后就是再拉伸一下 可以缓解裂后酸痛 保证肌肉线条 防止腿长粗 我用的拉伸动作 都是来自帕姐的10分钟拉伸 每次拉伸完真的蛮舒服的 好了 下次见